沒錯,我有一支新的麥克風了 哈囉大家,應該很多有在Follow影片的人都知道 我此生除了最愛迪士尼,平常最大的興趣就是看一些驚悚恐怖片 然後很有趣的是,我個人頻道上觀看數比較高的影片 通常也都是這類型的影片 那有時候即便已經注明影片有雷琴看過電影再來看影片 還是會有人把影片看完 不是不清楚這樣的人在看完影片之後還會不會去看電影啦 但這就更讓我確定一件事情,那就是 很多人,可能不是大多數人,但是很多人都是喜歡驚悚題材的 最後導向另外一個問題,那就是為什麼我們這麼喜歡驚悚恐怖片 大家都喜歡看驚悚片,當然不是一種感覺而已 驚悚類型片的票房成績還達到臨時高峰,超越兩千年六億 那在今年2017年還達到七億 其中他那是打扮了臨意第六感創下全球票房最高驚悚片的紀錄 或許就是碰巧比較好的驚悚片大概今年 也有可能是片上越來越願意以大膽的方向嘗試驚悚題材 所以這說明觀眾真的買單,這到底是為什麼呢? 請問這種片的原因可以用比較日常的角度去切入啦 像是一群人一起看恐怖片可以促進感情 或者是追求感官上的刺激之類的 但這還是難以解釋為什麼世界上有這麼多人對恐怖片又怕又愛看 這背後的心理因素到底是什麼呢? 這種片可以分為心理驚悚、血腥虐殺、超自然各面相 通常可以引起人們對於未知、失控、還有死亡的恐懼 根據1995年來自Dr. D.J. Johnston 的研究 在220名受試者中發現這些愛看恐怖片的人分為四大類型 一是嗜血型,較無同情型 追求高度感官刺激,甚至能夠對片中兇手產生同理型 二是興奮型,高同理型的同時也追求高度的感官刺激 能夠和受害者產生過敏,享受懸疑氣氛 三是獨立型,對受害者有同理型 而且對克服恐懼有高度正面的反應 四是問題型,對受害者有同理型 但展現出負面情緒的特徵,像是無助感 相信大家應該都還在思考自己到底是哪個類型的觀音者 那我自己想來想去呢 我自己面對驚悚片展現出來的情緒呢 還是得以內容而定 譬如說看逃出絕命證的時候我可能是興奮型 看他的時候我是獨立型 看奪魂劇的時候可能是嗜血型 那看母親這樣的電影的時候可能就是問題型 所以將愛看恐怖片的人分為四大類型呢 可能就跟十二星座一樣 只適用於本身認定自己是特定類型的人 還是哪裡去解釋他背後的心理因素 那就用生理來解釋好了 喜歡恐怖片的人呢 一致都有追求刺激的傾向 所謂的刺激呢 就是你的身體分泌出身上腺素 讓你達到一種生理上的快感 但問題來了 這種快感是正面的 但是恐懼卻是負面的 這兩者為什麼會同時成立呢 德國耶拿大學的Thomas Troll在研究中發現 人在看恐怖片的時候 大腦處理恐懼的區塊沒有什麼反應 反而是處理視覺感官的視覺皮層 處理自我意識的導液皮層 還有連結大腦兩辦訊息的橋樑試求 這個負責計畫專注問題解決的區塊 有最激烈的反應 所以對於愛看恐怖驚悚片的人來說 這種電影根本就不可怕 至少你的大腦是這麼覺得 但這也可以有很合理的解釋 因為一般的成年人都有分辨真實和虛假的能力 所以早在你進電影院之前 你就清楚看到的一切都是假的 所以即便畫面上會出現非常多你害怕的事物 你也不用擔憂會實際遇到危險 所以恐懼這樣的情緒被過濾掉之後 就只需要享受好像遇到危險的刺激感了 舉例超級英雄片或任何一部世界陷入危機的電影好了 這段電影看起來很刺激有趣 但誰會真的想要經歷自己住的都市毀滅和陷陷在生命危險之中這樣的事情 我們會喜歡這些電影 可能都是因為那些都不是真的 驚悚片某種程度上反映出我們的需求 像是透過螢幕中的角色繼續清除負面情緒 看完角色戰爭其業惡曲的設立之後 觀眾也會有一種負面情緒隨之解脫的快感 故為了讓心情好一點 看驚悚片這樣的邏輯還是很微妙 畢竟為何不看邪剧片就好 真的要往人賴本性的面向去想的話呢 有一種說法是說 因為現代人類不像我們的祖先一樣 身處在很多外在威脅的環境之中 失去動物本能的我們 為了要演化生存的慾望 所以會追求一些可以帶給我們危機感的刺激 這樣的慾望被寫進DNA中 這就是為什麼人類這麼愛自虐 不過找出這麼多關於 為什麼人們愛看恐怖片的研究論述 我想螢幕前愛看恐怖片的人呢 可能還是沒有被戳中的感覺 因為老實說我自己以前也沒有想過 為什麼我會這麼喜歡看驚悚類型的電影 對我來說喜歡機種片的原因呢 就像喜歡其他各類型的電影一樣 那就是體驗自己一輩子都不可能體驗的生活 不過我想其中的原因也是對於死亡的好奇 以及生命意義的探索 作為食物鏈頂端 作為地球上最高等的物種 人類依舊要面對死亡 也許是優越感作祟吧 比起逃避 使一部分的人寧願正視死亡 研究死亡 擁抱死亡 機種片呢 常常會有一種超脫現實的虛無主義在裡面 那這種主張生命沒有客觀意義的價值觀呢 就特別能夠打中有逃避現實傾向的人 就像我 就像你 我以前並不是一個什麼類型的驚悚片都敢看的人 我喜歡獵奇 但是鬼片我真的無法 我人生第一次進戲院看鬼片是獵嬰宅惡 那從此之後我就被開啟一個 你知道什麼電影都敢看的開關 我想應該不是因為年紀大漸漸濃的區分 現實還有電影中的世界 而是你長大了 有社會責任你發現一件事情 那就是現實生活 比鬼片還要可怕 職場面對一些大人的爭鬥 還有潛規則超級可怕 怪老闆嘴臉真的是比什麼都還要獵奇 信用卡帳單真的是每個月最驚鬆 所以不管你喜歡這種片的原因為何呢 希望這支影片可以帶給你一些新的觀點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如果你也是驚悚片恐怖片類型的愛好者 也歡迎補充你為什麼喜歡恐怖片 或者是對這支影片有怎樣的想法 那我們就下次見 Bye